大火燒的通紅塑膠工廠 鐵皮不斷竄出火蛇 一旁緊鄰的就是戶外熱炒店 用餐時間 員工緊急疏散客人 廁所先噴水 廁所先噴水 不要它燒掉了 滿桌子的菜都還沒動 客人鳥受散 店家員工忙著清空桌椅 就怕火勢延燒損失更大 二十幾桌客人趕緊逃命 而火警地點就在苗里桃粉中央路 晚間八點多用餐時間 隔壁一間塑膠工廠突然起火 火勢迅速延燒 還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一旁的建設公司招待中心 也被燒個金光 200平方公尺面積全面燃燒 火勢將近兩個鐘頭 才終於獲得控制 今年有四個人 有三個人出來 有離婦也還沒出來 對 它不行 然後心動不便 失蹤的是住在塑膠工廠後的 63歲軟性屋主 經銷事後清理火場 發現他因為行動不便 逃生不及葬身火箍 財務損失還在估算 至於起火原因 還需要火掉單位 既不釐清 介鵬志明 妙力報導